好,Sell Test on Food 不用按什麼 Sell Test是什麼呢? By definition 它是In-Direct and Regressive 我們在Demand Supply的時候都說過了 加稅的時候,In-Direct Test 加上成本,物價上升了 我們就轉移了Test 當然,大家分享過了 但也轉移了一部份 好,是Regressive 因為所有人都是給同樣的錢 例如大家也給10元這樣算 一個人的收入水平是100 另一個人的收入水平是1000 我們看看Test Rate 前面給10元就是10% 後面的1000元給10元就是1% 即是當Y增加的時候 Disposable Income 當Y增加的時候 導致Test Rate 就增加了 這個就是Regressive Test 答案B了 用來的東西 能夠分析 這個就是